讓我冷靜好不好 剛剛把我的學員要趕走 為什麼 瑤瑤跟我說這個節目組就是這樣做的 11年沒有一個導師可以改變 他們要動手 他們跟我就不客氣 好幸運的最後一天錄影 他們把哲鵬Q走了 我站不穩 我沒有辦法撐 我站不住我的一段 有人想到我的感受嗎 站在台上別人侮辱 這個叫侮辱被欺負 天啊好心疼 這水太深了 立文生前曾擔任節目中過好聲音導師 2022年就流出過 他發表為學員討公道的影片 大家都在看 導演說問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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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問為什麼 為什麼 其實他可能有第二次機會 88.3的沒有第二次機會 導演說可以解釋一下嗎 可以解釋一下嗎 這個公道嗎 你不說 所有人都會說 你們當然都會剪掉 我當然知道 這個叫做不公平 現在就是 誒誒誒 等等等等 好 大家都讓我冷靜 讓我冷靜好不好 剛剛把我的學員要趕走 為什麼 為什麼 原來這日又流出一段陰檔 他哭著指控節目組賽制不公 還照製作單位可以修辱 導致他當時真的抗癌的身體 喊腿傷惡化 我去了好聲音師 把我的命都不要了 我的醫生求我不要去 因為我這個乳癌是個 擔心時間 明白嗎 我也不管 因為好聲音我喜歡這個節目 我沒想到原來他們都是一對壞的人 我也因為這樣子我的身體把它拿垮了 他們的賽制有問題 他們三個導師 他們有六個 我是兩個 我都必須要走 馬上要走一個 就算他比人最高分 這六個人 可有機會再升去這個第五個位置 我說這個不公平了 這個說不過去 飛哥跟哲鵬的確有人氣 他們非常旺 大家都喜歡 所以怎麼可能他們走 另外那六個比他們低分的 有機會可以繼續爭取這個第五個 這不叫不公平嗎 最低分的自動淘汰 這個是最講道理的 我是個講道理的人 他說不可以賽制就是這樣 11年沒有一個導師可以改變 那我說出來 你知道為什麼我說出來嗎 因為那一天他們要動手 他們跟我說不客氣 你再不走的話 我們叫保安來 這樣子跟一個28年 從來沒有聽過 有一個人這樣跟我說話 這個女人要動手了 要抓我 因為我感受到 她抓我的衣服 因為我是擋住臉 我是眼睛是鼻子的 我一直哭 她來抓我 把我要拉下來 OK 他們說 你真實要離開這個舞台 那開始播出之後 問題出啦 為什麼菲哥這樣子是不公道啊 全國支持我 98%都支持我 隔天他們必須要鼻子 要再次要改 是因為全國 全中國都在說這個事情 可是呢 他們給我一個 威脅我 你要菲哥有機會 可以爭取這個第五個位子 要再回來這個舞台唱歌 你必須要寫這個微博 必須 我知道他就沒有機會 這樣威脅我 我當然是護著我的學員 為了他 我委屈 我覺得他們改字是應該的 我為什麼要寫這個微博呢 他們說為什麼我要去補救 10月14號 好幸運的最後一天錄影 我們之前11號已經彩排了 我也跟哲鴻說了 我的腿不太好受傷 你出來的時候 一定要站著我旁邊 因為我自己撐不了這麼久 因為我不要拐掌 我也不要輪影 真正的錄影的時候 你知道嗎 他們把哲鴻Q走了 走到另外一邊 不站著我的旁邊 我站不穩 我沒有辦法撐 我穿著七寸高的鞋子 我站不穩我的一段 有人想到我的感受嗎 28年做一個歌手 站在台上被人侮辱 這個叫侮辱 被欺負 有人在乎這個感受嗎 好像上天逼我 因為我最會能熬 我最要我是最拼的 現在上天逼我 我不能了 我現在連跳舞都不可以 跳舞是讓我最快樂的 我不可以 好 你們現在知道我的故事了嗎 音檔曝光後 引發網友嘩然 中國好聲音17日晚間 剪輯發表聲明 批整份錄音檔是惡意剪輯 不過該節目的參加者 李佳姐也在17日晚間 發文力聽力聞 並大爆選秀內幕 前10名都可以買 50萬人民幣一個座位 包容節目組的所有導演 為了利益把良心吃了 沒想到此貼文PO出不久後 就無預計被刪除 但李佳姐當晚11點多 再度發文 我沒刪 非我刪 然而更吊詭的是 這篇自清文隨後也被刪除 她的微博接著看不到任何內容 然後在18日上午 她便發出道歉聲明